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嗨 我現在人在桃園的機場 我等一下就準備要 飛大夜班到法國巴黎 這次去法國其實時間非常的短 短短的三天兩夜 等於48小時快閃巴黎 那這次是受到浪情表的邀約 然後要去出席他們一年一度的代安馬術比賽 就是他們的賽馬比賽 所以呢感覺到非常的榮幸 因為我是台灣唯一受邀的部落客 接下來呢就會跟大家在法國見囉 Labi 都是鮮花啊好美喔 帶大家來參觀一下我這次的房間 我們這次住呢是住Intercontinental 然後它是一個很有歷史的一個法國的飯店 然後房間其實不是很大 但是其實蠻有味道的 就是它整個就是很歐洲的那種感覺 然後床地毯有一個小小的電視 然後呢外面有一個很美的陽台 這次來法國天氣超棒 非常的開心 帶大家去看一下 廁所 廁所還蠻大的 然後它就是乾濕分離 這邊有一個更衣室 那更衣室就可以 把所有的衣服都掛起來 來到法里的第一餐 我們在這一間好可愛的餐廳 裝潢非常的美 為甚麼 我愛你 你會不會是小小的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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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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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在巴黎的第二天早上 然后我们现在在吃早餐 等一下要准备你们整装出发去 这一次很重的就是树大战 非常非常期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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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